我的岗位就是卫生检疫工作 那做好这个进出境旅客的卫生检疫 本来就是我职者所在嘛 所以我应该要站出来 然后把这个常安病防控救自己的力量 然后把它做好 画面中的人是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官员谢力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以三年被回过老家的他 毅然退掉了回乡过年的车票重返岗位 近日谢力慧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 他的主要工作是在首都机场对异常旅客 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与医学排查 1月23日 一名男性旅客在通过测问通道时测问仪报警 正在巡查的谢力慧立刻上前询问情况 我就问了一下他是哪里来的 他说武汉来的 那就肯定要高度关注了 然后我就把他带到排查室去排查嘛 排查的过程当中 他就说他没有其他的不舒服嘛 就是只是说在火车上觉得有点冷啊 那其实实际上就还是发烧嘛 排查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他想咳嗽 自己又想控制的那种 然后咳了两声 我就判定他这个感染的风险就比较高了 因为他同时满足了各项桥见 在判断旅客存在染疫风险后 谢力慧立刻上报情况 开启转院流程 三天后 这名旅客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 这也是全国空港口岸排查出的首例确诊病例 随着境外疫情持续蔓延 海关疫情防控的重点从防输出转为防输入 需要重点关注的旅客也越来越多 谢力慧经常要穿着防护服 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后才能短暂休息 严密的防护装备令人憋闷 但他和同事仍咬牙坚持 其实很憋得慌呀 特别憋得慌 而且前期 寒站楼里边 暖气开得比较足的话 就会特别热 一直在出汗 而且跟旅客长时间的沟通之后 挣着伞子都不太能受得住 然后就一喝水 都不能直接咽的 都要先寒一下 然后再吐掉 如果你要脱的话 你就要重新再穿一套 而且你脱跟穿 你就得花好长的时间的 就是我们也不忍心 让旅客等那么久 所以我们就尽量坚持下来 每当听到旅客的感谢 谢力慧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工作中他还摸索出流调小技巧 以聊天形式拉近于旅客的距离 从而获得更有效的答案 你要是问旅客说 你有没有接触过发热 或者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他可能不太理解这个是什么情况 而且你也不能具体地得到 因为他可能会直接就告诉你 比如说一些留学生 我就问他说 你什么时候 就是最后一次 从咱们国家去这边上学的 最近学校还上不上课了 你是住在寄宿家庭 还是自己住在宿舍 一步一步地跟他们聊天 根据他的回答 你进行一个判断之后 再进行下一步的这种问试 然后了解到他最有可能 接触的一些情况 就也可以稍微安抚一下 这些旅客比较焦躁的心情 三月底 谢力慧转站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支援 这里作为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第一入境点之一 承担了分流任务 谢力慧说 当前口岸卫生检疫任务仍十分艰巨 自己将尽全力研把国门 守护好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 我觉得就我们的工作还挺神圣的 因为你想啊 前期的时候是全国上下 就大家都在激情抗疫嘛 然后才能有现在这样的一个 疫情防控的一个成果 那我们在防树这边 就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 把好国门这一道关 感谢观看